今天继续聊聊天津的爆炸 说说当地政府的几场新闻发布会 首先是其中一位上来就说 非常高兴和大家见面 惹了重怒 这种时候能高兴吗 当然这不算大事 我更愿意理解成经验不足 是客套化 他内心肯定也不会真的高兴 相比之下下面这句话更惊人 记者问 这次救援的总指挥是谁 新闻发言人居然说 这个问题下来以后 我再尽快详细了解 大家全傻了 已经爆炸四天 死亡一百多人 救援还在继续 总指挥是谁 你都不知道 是真不知道 还是知道了 但不能说 还是压根就没什么总指挥 你想大家能不乱猜吗 好在到了下午就不用猜了 因为李克强总理到了 总指挥来了 李总理现场做了很多指示 其中一条就是要求 及时公开各种信息 他说 权威发布一旦跟不上 谣言就会满天飞 那今天就来聊聊这个 其实呢 这次事件发生以来 连续几天的发布会 都不能让大家满意 一是每到记者提问的时候 电视直播就掐断了 往往公众最想知道的 恰恰是这咕噜掐了没播 二是从网上传播的视频来看 面对记者的提问 大部分回答都不能让公众满意 有的是顾左右而言他 有的说我不清楚 需要问一下同事 有的则说什么 相关单位没有参加发布会 而不能回答 而昨天那位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居然连救援总指挥是谁 都不能回答 算是达到了一个小的高峰 按说政府的新闻发布会 应该是最权威的 但总这样回答起来 没个准谱 基本达到了总理说的 权威发布没跟上的地步 所以接下来谣言满天飞 也就很自然了 事实上很多很难说是谣言 只是暂时没有被确认的信息 这些信息政府的发布会不说 就等于放弃了你的权威地位 比如现场到底有没有 情化纳的剧毒品 是否有飞在边的消防队员牺牲 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被问到 网上传言 事后又一一被证实 这个时候 你再想让公众相信你 那可就更难了 所以按照北京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鸿忠的说法 糖污大爆炸的宣传管理 成为次胜灾害 算是打中了要害 按理说 当年非典这么大的教训 而且时间也过去了这么多年 我们也有了新闻发言人制度 也有了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 遇到重大事件 及时准确 全面的向社会来报告信息 这应该不难 可是没有 传言的力量依然强大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政府只习惯信息单项发布 就你听着 但不愿面对追问 就像前面说的 新发布会的提问环节 全掐了 包括那个新闻发言人 我猜他一定知道总指挥是谁 但他潜意识里 是担心你的下一个问题 如果让你问了一个 和总指挥有关的问题 那还不如说 我回去研究一下 这个保险 之前的多次灾难呢 也是如此 汶川地震 他们会担心你追问 孝舍的质量怎么样 721动车追尾 担心你追问 谁决定了终止救援 那句经典的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信了 其实翻译过来就是 你别问了 几个月前的东方之星 克伦沉船 你也没办法追问责任 其实学过公关的都知道 面对大的事故呢 最好的公关就是坦诚 而不让人问问题 或者一问三不知 那都是要丢分的 我们每次救灾呢 政府在救援的人财物方面的投入呢 也不能说不努力 但偏偏在信息发布上 每次呢 总是丢分 有人说 那就算政府信息不及时 你就应该信谣传谣吗 谣言止于智者 你不知道吗 我不得不说 谣言真的不止于智者 而只止于信息的公开 我虽然智商不高 有些谣言呢 我也还能分辨 比如喝绿豆汤能致癌 但有些信息不见得是谣言 而是上代证实的传言 我就是智商再提高点 也没办法分辨 比如长江沉船 是死亡50人还是500人 我就没法分辨 比如天津爆炸 飞在边的消防员 牺牲10个还是70个 我也没法分辨 但无论哪个数字 我都挺谈过 可能就会转个帖子 点上蜡烛表达一下S 还有呢 很多人在朋友圈 转发当心下语的这个帖子 他们表达的呢 其实也是爱心 是安全提醒 并非是想传谣 以我的智商呢 我没转这样的帖子 但其实我并不能分辨 它的真假 而昨天新闻发布会上也说 情话那现在主要怕下雨 那我要在现场 可能就得追问 怕下雨的范围 到底有多大 当然追问的可能也不大啊 我想说的是 传言不见得就是谣言 而传播它也不见得 就是智商低或者恶意 很多时候甚至是善意的 而有些传言呢 既无意也无害 存在着呢 也没什么可怕的 比如直到今天 在美国仍然有一派观点 坚定的认为 是美国政府发动了911 认为就认为好了 又能怎样呢 所以政府呢 应该来这样看待传言 它的传播呢 其实就是一个求证的过程 如果有必要的话 那是真的 你的任务就去证实它 是假的 你的任务就是辟谣 那听到这呢 可能很多人又怒了 说不要干扰救灾 都辟谣了 谁去救灾啊 这种说法呢 就是属于官老爷当惯了 不懂得社会心理学 不知道信息及时发布 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稳定社会情绪 消除信息的不对称 是救灾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相辅相成的 而且救援和信息发布 包括问责 干这些活的 都是不同的人 不仅互不干扰 而且是互相配合 有机的统一 所以像于秋雨老师 在汶川地震的时候 含泪劝告的 要等政府救完灾 腾出手来 再追究孝舍质量 又属于不懂政治 政府的手很多 各司其职 救灾的手 管救灾 追责的手 管追责 昨天呢 还有一个消息 相信很多人都注意到了 最高检 已经介入天津爆炸的调查 这就是另外的一只手 他不仅不会给救灾添乱 恰恰是为了避免更多 类似的灾难发生 谣言呢 是不可避免的 但并非不可战胜 打败谣言的唯一武器 就是信息及时充分的公开 而不是简单的封杀 我们都知道 企业呢 是有信用等级的 其实政府也有 每个人都有 有的人说话 你会更相信一些 那一定不是因为 他恐无有力 可以打过你 而是因为 他曾经证明过 自己值得信任 所以你要想让别人 更多的相信你 只有一点一滴 积累你的信用 这很不容易 但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无论是个人 还是政府 都一样 本周第二关 借一读的一篇文章 普及点化学知识 聊聊情话那 作为一个文科生呢 我过去的化学知识呢 基本是靠食品安全来普及 什么苏丹红啊 三聚情案啊 虽然也不少 但显然不够 所以也靠各种事故来学习 比如 铝粉尘爆炸 乙烯爆炸 这两天呢 又熟悉了这个 叫情化纳 说到这个词呢 很多人会想起 名侦探柯南里 柯南通过死者嘴边 微苦杏仁味 来推理的这个桥段 那说明呢 你化学呢 比我好一点 起码对于情化物 你还是有一点了解的 那漫画中杀人的 那就是情化纳的兄弟 叫情化甲 电影里边 凡是这个宁死不屈 一咬纽扣就死的 纽扣里藏的 都是情化甲 可怕的是 这次爆炸的情化纳 是和情化甲 具有同等杀伤力的情化物 因为有剧毒性呢 历史上许多的死亡呢 都和情化物有关 比如计算机 科学与人工智能的 开创者 阿兰图灵 那希特勒的情妇艾瓦 也是 二战时期呢 纳粹德国也曾经用情化物 杀死集中营中 数万犹太人 这次天津爆炸的呢 叫情化纳 据说它的致死量呢 只有0.1克 那天津查出多少呢 700吨 吓人吧 当然这700吨呢 不是为了杀人才存那的 是为了出口 那从2008年到2015年 短短的7年时间 中国从一个情化纳的 纯净口国 变成了世界上 生产 存储 和出口 剧毒 情化纳 最多的国家 想想 真是不知道该洗 还是该忧 今天 咱们就说一说 为什么中国 会迅速的成为 情化纳 第一大国 刚才已经说了 情化纳剧毒 但仅凭剧毒 还不足以大发展 毕竟杀人越货 还是少数 不能成产业 现实生活中 以情化纳为代表的 情化物的用途 远不止剧毒杀人 事实上 情化纳和日常生活 密切相关 其中有些 还是我们会花大价钱 往嘴里送他 日本是比较早 加入情化纳生产行业的 这个国家 虽然国际上 生产情化纳的巨头 主要是在美国 像杜邦 一家就占了 总生产能力的43% 还有西欧 也生产不少 但日本紧随其后 而1999年的时候 日本生产的情化 那50%用来干什么呢 用来生产 氮氨酸 氮氨酸 又主要用于生产饲料 氮氨酸 是非常重要的一种 氨基酸 氨基酸一听 大家耳熟了 对不对 没错 就是我们在广告 药品中 经常听到的那个东西 在医药行业 氮氨酸是氨基酸输液 复合氨基酸的主要成分 那在保健行业 氮氨酸 可以用于口服营养剂 除此之外 生化研究 照相 化妆品等领域 也都有氮氨酸的影子 好了 这些都不重要 保健什么的 诱惑也不够 不至于让这个产业疯狂 那对于情花纳来说 最让人疯狂的是 它可以用来提炼黄金 早在1887年的时候 人类就尝试用情花纳 提取金和银 这就有化学知识了 情这种东西 特别喜欢和铁金银银勾的 这个情花纳的毒 也是这个原理 情花纳进入人体以后 这个情离子会迅速的 和铁纠缠住 铁离子就无法输送氧气 那人瞬间也就不行了 情也能把这个矿石中 稀稀落落的金银银 给抠出来 这个对于品项不高的金矿 尤其有用 这项技术 自上世纪80年代 发展起来以后 在各国的黄金行业中 都占有很高的比率 南非达到99.5% 美国达到88.1% 澳大利亚 84.9% 现在全球75%的情花纳 被用于采矿 北美 南美 俄罗斯 中亚 澳洲 南非 还有中国的采矿产业 消耗了 其中绝大多数的 情花纳 那前些年 黄金价格飙升 用于提炼黄金的 这个情花纳的价格 也水涨船高 国际上 情花纳的价格 从21世纪初的 每吨1600美元 增长到了 每吨2800美元 那这也推动了 全世界 情花纳的生产 俄罗斯和毕� 就雄心勃勃的 扩建了年产 4万吨 固体情花纳的生产装置 很牛了吧 但迅速 就雄心勃勃的扩建了 年产4万吨固体 情花纳的生产装置 很牛了吧 但迅速 被一个崛起的巨人 甩到了后面 这就是咱们中国 和很多领域一样呢 中国速度 给世界制造了一个 情花纳的奇迹 中国呢 最早生产情花纳呢 是上世纪的60年代 生产地呢 是上海 到了80年代 随着石化行业的这个发展呢 情花纳的需求 开始飞快的增加 不过在2008年以前 中国还是情花纳的 净进口国 每年要进口呢 1到3万吨 因为那时候伟大的黄金需求 还没有显现出来 随着采金业的需求增加 价格暴涨 在国内外需求和价格的 双重刺激下 中国情花纳的产能 飞快增加 到了2009年 中国就成了情花纳的 净出口国了 根据2011年的数据呢 中国一年生产的情花纳 数量接近40万吨 现在呢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生产 情花纳最多的国家 除了国内的使用以外 每年还有7万多吨 用于出口 在情花纳产业飞快扩张的过程当中 跑在最前面的是谁 是我的老家安徽 还有河北省 这都成了情花纳的生产大省 根据2011年的数据呢 中国情花纳生产前10名的企业当中 安徽和河北 各有一个年产超过10万吨的大企业 还记得刚才那数字吗 全国一共生产40万吨 安徽河北两家企业 就占了一半以上 其中河北成信 就是这次事故中的700吨 情花纳的生产者 对 就是讲成信的成信 这家叫成信的公司 位于河北原市县 这两天很多媒体都去了 据说那很好找 闻着味就找着了 地下水也受到了严重的污染 当地政府帮村民打了不少的深水井 村民还是不敢喝 都买水喝 甚至很多村民自己种的粮食 自己都不吃 更可怕的是 距离生产厂区不到600米的地方 就是学校和卫生所 这当然是违规的 但谁在乎呢 村民一边抱怨环境不好 一边抢着进工厂去打工 因为工资高 政府呢 我说几个数字吧 河北成信是石家庄市工业50强 河北省百强 中国化工500强企业 他一家的利税 就曾经占到原市县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企业生产青花纳 那是为了淘金 政府何尝不是呢 一路来到天津也是一样 每一个环节都在淘金 否则很难解释 作为一种剧毒的化学品 有严格的化学危险品安全管理条例 来规范管理它 按理说 它的危害是可以被控制的 但是一路下来 无论生产运输存储等等环节都漏洞百出 其中涉及到的部门有 安监公安 治监环保 交通运输 卫生工商等等 具体哪个环节漏洞大呢 我们还不得而知 但显然 各种严格的管理条例 并没有像想象的那么严格 一个例证就是 近年情话物出的事 可真不少 2000年10月的时候 紫金矿业就有一辆情话纳的操车 在山间翻车 7吨剧毒的情话纳流入小溪 而截至到2010年 仅这一家企业就发生过 5次较大的环保事故 当然 这还只是被报道出来的事故 具体到天津爆炸 从企业资质到存储条件 到周边的环境 全线失手 仅以目前公开的信息看 不出事 实在是侥幸 最可怕的问题恰恰是 这背后的很多应该公开的信息 是出了如此大的事以后 甚至是总理去了以后 才公开的 那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自己 是不是也在侥幸的活着呢 本周的第三关 足球又出大事了 这次不是假球黑哨 是好事 又改革了 这次是大改革 大家知道 足球呢 一直在改革 有几年呢 动静还不小 但是改的不成功 这可不是我说的啊 是体育总局局长刘鹏说的 我一看昨天他的讲话 哇 挺狠的 快成评论员了 大家听听啊 是不是球迷你都能听懂 别换台啊 因为马上你就会产生联想 这好像说的不只是足球 刘局长说了 说过去的改革呢 没有完全实现预期的目的 老问题没有解决 又产生了新问题 主要表现在哪呢 成绩不好 各方面与世界和亚洲先进水平 距离不断拉大 管理秩序混乱 出现了严重腐败和违法犯罪的事件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通过改革 发展基础越发薄弱 足球人口萎缩 后备人才严重匮乏 足球从业人员队伍 规模缩小 这个呢 还真有对比 德国的注册球员 是600万 日本70万 那个赢过咱们很惨的泰国 也有28万的注册球员 中国呢 数字不明确 有说几千的 有说2万的 也有说5万的 所以每次 有人说 13亿中国人 踢不过人 几千万人口 我就很无奈 咱不能比那分母 得比那个踢球的分子 按高理算 咱5万注册球员吧 那也没法跟人家 28万的 70万的 600万的踢吧 刘鹏局长呢 也总结了 说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啊 第一 是体育界 足球界 对足球的规律和价值 认识不清 理解不透 其实体育界 足球界可能挺明白的 是他们足协界 不明白 其次呢 是权力 过于集中 缺乏制约和监管 其他的还有啊 但这是最重要的两点 这就是为什么 协会从总局退出 会是一件大事 这叫做 去行政化 我刚才说了 不光足球协会 很多行业协会 都面临这个问题 因为所谓行业协会 应该是某一个 行业的从业者 自发组成的一个 专业组织 专业性是第一位的 可是咱们这呢 不光是足球协会啊 很多本来应该是 专业者组成的协会 变成了官员们 领导的协会 是有级别的 甚至有些成了领导 退下来转战的第二战场 这就会产生 刚才刘局说的那两个问题 几乎是板上钉钉 躲不掉的 一是外行领导内行 想干好 也很难干好 比如咱的足协主席吧 上一任是水上项目的 这一任蔡湛华 那是乒乓冠军 当然全世界的这个足协主席 不一定都是提足球的 但一定都是在足球领域 有过成绩的 不能说你在别的项目 成绩优异 所以就选你来管足球 这种情况 只有在行政化 级别化 那才会有 够这个级别了 正好呢 这有个位置 你来吧 其次 更重要的 刘局说的 权力集中 缺乏监管 这自然就会产生腐败 足协里这些年的烂事 咱就不说了 拿别的行业协会来说 这个我也不能瞎说 咱扯这个审计署的大旗 当个虎皮 去年审计署的审计报告 就指出了 说一些中央部门主管的社会组织 和所属单位 依托行政资源不当牟利 其中 魏纪委 国土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等13个部门主管的 35个社会组织 和61个所属的事业单位 这数字听着就吓人 13个部门主管的 35个社会组织 和61个所属的事业单位 光出事的就这么多 出的什么事呢 利用所在部门的影响 采取违规收费 未经批准 开展评比达标 有偿提供信息 等等方式 取得收入多少 共计29.75亿 部分单位 违规发放津贴补贴 1.49亿 这30亿呢 那可不是小数 怎么收的呢 给大家讲几个 比如中华医学会 一年多开了 160次学术会议 就跟医药企业说 说你给我20万到100万 我给你在会上做广告 重要的是 还给你全国医生通讯录 和注册信息 哇这个厉害 就凭这个收了 8.2亿 顺便说一句啊 这个绝对涉嫌犯罪 出卖个人信息罪 不是审计署查完就没事了 回到行业协会的这个话题 你想 他如果真的 纯粹是行业自己的人 通过社会公开成立的这个学会 他敢把自己会员的资料卖了吗 他没当回事 很大程度上 就是因为他的行业性了 没那么纯粹 背后靠的是 魏纪委 这棵大树 行业协会呢 最常用的这个脸台方式呢 是评比 给你个荣誉 你掏点钱 掏不掏呢 你看着办吧 隶属于住房城乡建设部的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就在这个绿色建筑标志评比过程当中 违规收取参评单位 评审费多少 1418.55万 沈济署没说这个到底收了钱 评上没评上 我猜这点职业道德还是有的 因为你看这还是评审费 算多要了点劳务而已 最狠的是直接卖奖牌 中华医学管理学会 就曾经被曝光 说只要你交钱 当然得交够数啊 那就能凭上一个 实家百姓满意放心奖 所以你看满大街的那些奖啊 肃然起敬的同时 也得嘀咕一下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啊 黑龙江牡丹江啊 有个机动车驾驶人协会 这个协会归哪呢 归交警支队 驾驶员入了会 交了会费 协会呢 就替你这个交法管 重要的是 不用扣分 哇 这个太诱人了 驾驶员们纷纷加入协会 成为相关部门创收的机器 这就是行政性行业协会的缺陷 这行业协会呢 变成了二政府 但又不像政府呢 对公共事务管理呢 那么专业 也不像政府一样 身在名处 有各种的监督啊 监管 干坏事的几率呢 就变大了 干了坏事以后 反过来又要影响 政府的公信力 所以最好的办法 就是分家 政府管理社会 为人民服务 行业协会呢 愿意怎么运行 随便 服务好自己的行业就行 服务的好不好 那咱也不管 行业内的人 自然会想办法 说了半天呢 好像行业协会 去行政化 就是为了反腐 也不全是 也是为了和国际接轨 随着咱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 越来越重要 那就得学一些 国际交往中的惯例 比如人家呢 都是民间组织 无论是红十字会 还是消费者协会 和你一对接 发现你总是半官方的 半民间的 虽然这也能交流 可总是免不了 让人多想点啥 最后一点 也不得不说 未来的政府 一定是小政府 政府本身都在瘦身 能放手市场的 都放手市场了 依附在政府周边的 这些行业协会 自然就更少有 生存的空间 小政府 大社会 那是必然的趋势 这也是为什么 我不建议年轻人 仅仅因为稳定 而去做公务员 爱好还可以支撑 但稳定 真的难说 首先 以现在的财政收入水平 越来越养不起 那么多公务员了 其次 改革 势在必行 回到足球 希望这次改革 是真的改革 而不是仅仅为了迅速 提高比赛成绩 搞出的政绩工程 日本的足球规划 定的是50年 现在已经过去了 十几年 他们正在路上 我们也应该放眼长远 和股市一样 足球 也不要风牛 要 慢牛 好了 登高 才能望远 宏观 可知天下 各位 下周见